今天出門的時候是下傾盆大雨 所以現在我覺得算是好天氣 我不准你這麼說話 什麼浪浪雨又上身 跑步已經沒有上身了 害怕的事情只是混亂而已 沒有其他影視 混亂沒事 混亂不是聚你 混亂是人生的過程 每個人都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 我們是來自跑在黑暗 跑在黑暗是香港一個NGO 負責協助一些失明的運動員 我們跑不同世界各地的馬拉松 從而帶出一些生命價值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 我是一位視像朋友 我是視像運動員 我是世傑 世傑 你不要看他像肥瘋瘋一樣 但他可以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跑到背馬回來的 沒錯 我叫Tommy 跑在黑暗的其中一位是另跑員 今天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給三位參加者 待會我們會做些什麼呢 待會我們會說一下我們怎樣跑步 甚至於有些朋友 一會兒想試試木眼跑步 沒錯 我們會示範一下怎樣去做 對 三位參加者 待會他們會感受一下 如果戴著眼罩後 看不到東西 到底跑步會怎樣呢 當他們有這個感受之後 亦都要學習一下怎樣靈跑 首先多謝大家今天參與 今天42立的活動 知道今天三位參加者 到會一會有一個很難忘的體驗 就是學習一下怎樣靈跑 我覺得他們三位都好奇 很想知道究竟怎樣做得好 他怎樣帶會令視障人士 會安心一點 我覺得這三位我都馬上感受到 例如Ken 他一開始說完之後 我們還未開始 他已經立即找世傑去想練習一下 見到有女兒 我會繼續玩 對呀 試過的 那個領培園說 前面有一個美女就追她吧 好呀 追她吧 想拿一下條繩 其實我感覺到他們是害怕的 說真的 如果他們害怕 我反而沒有那麼擔心 反而有些人可能自以為是 很容易 我反而會擔心 因為如果轉左 我感覺到你拉到左邊 你拉到左邊 但萬一轉右 如果你不說轉右 你就會撞到我的位置 就知道了 我可以 好呀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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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他感覺到的 這個是另轉身而已 這是另轉身嗎 對呀 因為感覺到他害怕 就知道他有線 而且應該都很穩重 所以我反而很安心 快點 快點呀 我的丟的手很好 因為我剛才跟Ken 有討論過 你的手又有動動 因為第一次戴 有時可能會變硬了 即是你腳就很害怕 會變硬了 但如果你硬了 這50公斤就沒事了 但你跑過10公斤就糟糕了 待會你做另跑員 你真的打一個視像運動員 去跑步的話 其實你要知道他的感受 所以三位參加者 我已經準備了一個眼罩給你們了 放心 全新的 沒有用過的 沒錯 我們每次都這樣說 對呀 有一點害怕 對呀 好 接著三位蒙了眼後 我們就看看有否三位 有阿丁 沒有所謂 Sported 我 對呀 有一個飛機 OK 好了 大春 準備了 來來看不到東西了 不用怕的 你信任對方 可以 因為自己平時看到東西 就算有大開跑步 可能大家一班人都看到東西 就說我們前面轉彎 現在轉個U-turn 慢慢轉彎 右邊梳 右邊 然後繼續向前直跑 但當我去到前面的時候 我就想 我需要告訴他多少步要轉彎 然後要怎樣轉彎 Sporty那些 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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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第一次看不到 他的感受是真的會很害怕 他只能動不住 可能有人在那邊跑 好 有甚麼感受 甚麼都看不到 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但你相信我 OK 到了 好害怕 好害怕 對於我有甚麼評價 我這個領跑員 我看不到 不知道 要看得到的嗎 當然是感覺的 這個是我之前沒有想過 我沒有留意過需要這麼細節去說 所以其實令到我也體驗很大 當一個真是視像的人 或者看不到東西的人 究竟他們是怎樣去接觸這個世界的呢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溝通得好些 令到他們是真是蒙著眼 都可以給到一個信任 我們去帶著跑 阿丁大臨到 我們要溝通的 我們要溝通的 要溝通的 要溝通的 好 好 小心,靠左 好,沒事 慢慢靠左 靠左 保持向前 搞定 到完位 停,完 這個活動是很容易 在我所見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 我覺得時間有點短 可能我會多跑幾轉 我沒有想過去跑那裡踢得那麼遠 不過我打算去公園,所以也要跑一半 哇,Kent是最放的 他是 你一跑那一下出去又是最放膽的 第一 蒙眼跑的時候 是很沒安全感的 就算飛飛在全程 帶著我 叫我走左一點,走右一點 我心裡都會 有點不安 會不會撞到前面 即是開頭的時候 到後來發覺 跑得順的話 就要把信任交給 領跑員 這樣才可以很順利地進行 這個就是和平時跑步的最大分別 Kent,很厲害 很厲害 Kent,你很信任 你最放,我看到你們跑出去那一刻 很放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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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相信他了 信心 對,去露點 不過我也怕他露點 因為我剛才也試過 可能蒙著眼 的時候,你會對旁邊的聲音 環境 可能地今天下雨又有點濕 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都會有點緊張 還有有點害怕 所以要和他多說一些 剛剛說信任真的很重要 因為當你看不到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幻想 有異類的 首先很有趣 你平常走兩步很簡單 但你蒙了眼,這兩步很難 你不會突然敢跑出去 我們稍後要火拍細傑 細傑是一個運動員 還有他今天是一個評分 他要看看身邊這位領跑員 究竟大成怎樣 溝通夠不夠呢 他能否給他信心 細傑會評分 我們會從這裡起步 去到第二個垃圾桶 回回頭 那就是今天的訓練 希望大家成功 待會要這樣跑 待會要這樣跑 火影跑 好 那就是挑戰一下Ken 好 好 我已經開始了 好,來吧 好 我們手可以嗎 可以啊 小心,我們向左 好 可以 夠 你跑過10km未 我半晚都可以回來 不,即是你只是跑半晚 即是斬腳下一個比賽 好 我們到第二個垃圾桶 然後靠左邊U-turn 知道 好,小心 好 我們直跑回去 好 很漂亮 好 3 2 1 停 好 好 西傑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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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旁邊看 我覺得 阿Ken做得 比我離遠看 就覺得很安心 因為他是 例如他 剛才說過 他第一個出來反覆練習 跟著 他又跟其他 見事人士 他都蒙眼又試一次 他又專門看究竟 整條路有什麼障礙 他又走走 他去準備這件事 那時候自己心裡 準備得很足 希望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發生 這就是令跑員很重要的事 這個體驗得很好 但是 跟自己跑步 是完全兩回事 要顧及的事很多 我要顧前面有沒有人 後面有沒有人 沒錯 最主要是 節奏 因為很多時候我跟他的節奏是脫掉的 可能阿世傑會咒疑我 他擺手 可能擺他的幅度 比較小 然後我跟他說 放心 我們可以擺手 然後我跟他 是因為領跑員 其實你未必要 要很鏡 要跑得很快 你不肯就是把視障運動員 帶到終點 安全帶到終點 那我覺得阿Kent 給我有這個很安心的感覺 我自己很簡單 就是見到三位朋友仔 很平安 在每一次的分幾兩分鐘裡面 都平安帶到我去終點 我就覺得三位都很合格 好 準備 好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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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左一點 左一點 好 現在修正到前面 這裏 最大的原因是 他轉彎U-turn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跑到中間 他轉彎U-turn隨時不夠位 還有兩個椅子 就會到第一個垃圾桶 因為他不夠位 阿世傑就會踏出去 小心斷腳 你說誰 停 轉彎了 準備了 3 2 1 轉彎 好 好 我們修正 阻礙一點 讓我們不要撐到那個 好 OK 夠了 我們向前 臨到好像在拍攝西路水廣告 好 好 冷的 冷的 3 2 1 好 好 好 謝謝西傑 先來 只要你調節到和隔壁的節奏的話 其實不太大難度 的確是 特別是直跑那一刻 其他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跟西傑聊天 對我來說是零難度 這個跑車不錯 覺得很穩定的跑車 好 好 大春細傑你們可以就行了 好 來吧 好 我們出發 好 好 其實我這樣一年我去隔壁 但我也很喜歡吃東西 但你這樣連跑不是正常 少跑得厲害 每次跟二公一起吃完東西之後 跑完後我們也去吃東西 那都不正常 所以吃完東西就死火了 好 我們可以震氣 好 好 回來了 不過這個短度不停跑 嘩 嘩 嘩 感覺裏面這三位朋友 我願意日後我也想和他們做朋友 所以你問哪位好些哪位差些 我想有機會我繼續接觸他們 兩位導師為三位參賽者拼完分 他們都以為想收工 但是 四十二立正式開始 剛剛跑了黑暗 其實除了有跑完跑步之外 另外也會有生命教育這個部分 生命教育這個部分主要都是圍繞著生活上的環節 我們接下來中間去攀石場 亦都會加插了生命教育的部分 我希望你們的參賽者是蒙著對眼 讓你們的靈跑員帶你們去新曝光攀石場 那你的感受應該是 你真是一個生命人士 你甚麼都看不到 那你就去新曝光 那這件事已經覺得很難了 所以有兩段要注意 第一段就是你看不到東西 你有甚麼跟旁邊的溝通 還有另一部分帶那個 你突然間自己很簡單 但你待會可能經歷過馬路 坐車 Dubatone 很多這些事 究竟你怎樣處理 我們就有些技巧教大家 待會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們不如先講講領路法 沒錯 這個方法就叫領路法 如果這位生命人士 可能在地鐵站 我想過去幫他 第一個步驟就是 我會用手背 拍拍的手背 是 因為我拍拍的手背 然後你看到實際的手座是甚麼 抓住你的手肘 它自然就會沿著 手位捉上去 因為這樣說 絕大部分 當然剛剛失明的朋友 可能未必知道 但其實國際的視助朋友 都會教視助朋友 就是當你們願意拍拍我的手背 我們就懂得找你的手肘 當然你最好說 不如我帶你加上手肘 你加上碰到我的手肘 我就會懂得去抓住你的手肘 有一個其他問題 我有機會用到的 就是我為窄路 那裏做例子 如果我們進入這間房間 其實是撞的 正常我就會立刻收到後面 做一個這樣的姿勢 OK 麻煩 我們就會成立直線這樣去 基本上我可以進去 他可以進去 當你開了窄路之後怎麼辦 好 那我的手就放出來 我就會懂得抓住你的手肘位 所以這一部分 一會兒 如果你是蒙眼多過 你也要知道手怎麼處理 一會兒我知道可能有機會坐車 甚至去到某個位置 可能要幫事坐下 我怎知道椅子在哪裏 最好的方法 是我會給你前面的椅子 我會給它 你要形容也很難形容 你不如讓它摸一摸 你可以坐在這裏 那裏都是病 坐在這裏 它又完全能描述到整張椅子 說話技巧 其實有機會日後幫其他視座朋友也好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一些說話上見面的問題 舉個例子 我認識一些新的視座朋友 他會問我 你會不會去聽電影 我反而覺得很尷尬 但你試想一下 你不如照問我 你會不會去看電影 我知道我去聽電影 但你對著告訴我 照問我你會去看電影 比會聽電影 大家有其他問題想問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即將會出發 今天大家要加油 由這個位置去到新蒲崗 都有至少半個小時 我們開的士 一路進去 第一個窗房仔 上車 希望每一位朋友 現在沒有膠布在身上 到時候回來 都不用有膠布在身上 好 因為Ken 開車 所以他覺得很難度 但你聽說沒有難度 首先 阿菲帶你去停車場 下一個斜路 然後他教你坐到司機位 你照顧著眼沒問題 阿菲教你怎樣轉左轉右 然後踩多少 但你五分鐘內 炒不炒 不炒到你 不用五分鐘 五分鐘 你已經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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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還沒拿 還沒塞 還沒塞 站在這裡 我先按下降 我們搭甚麼 不是11D嗎 11D嗎 現在等我看看要多久 你先看看 因為我看見到最後六分鐘 五分鐘 我們是 我們還說五分鐘 拍些蘋果 我打算自己試一下走 不過我真的看不到 是 你的落個桿 你為何後半分 我覺得 做得後面 我覺得 是否到了 是呀到了 有甚麼幫到你 多少樓 這個13 是呀 14分別 我個人對這部的記憶進來 只是 但是我想說 這部 我們現在這樣收入手 後面是收不到 我超大 我的背包在後面 是嗎 擋了東西 我們拍 OK 可以 一條大直 放心 會不會被人中 好 我幫你再開 好 我覺得後面那兩個 真的幾乎 疏離了 我們很遠 他們本身內側都很疏離 是呀 分裂得很厲害 這部應該是 半小站 多少半小站 是呀 其他人 我怕錯了 試一下 差多久 20分鐘 小 這部玩甚麼好 那邊有甚麼感覺 沒有 剛才有玩 按氣水 擾亂了我 搞到我以為 會撞到汽水機 但就沒有了 其他就沒有甚麼 叫分裏 一條直路 沒事 沒事 而且我懂得走這條路 嗯 所以應該需要一個帽 是否會有那些 上樓京橋 上樓水路 應該沒有的 還有呢 還有過馬路 我們呢 我們想Scrime 有什麼的 喂 有很重一點 行行行行 來 跟著 拿走了 拿走了 好 要下一級 慢慢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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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上一級 又要上一級 好 上一級 對 上一級 好 好 當大家在想著 有沒有的士的時候 發手 我們會不會想法科去 不會 可以先睡覺 先睡覺 好 然後 到來 很爽 有 很爽 很爽 然後 現在我們會去到 我們 一會兒要去的目的地 好 在前面 在前面 謝謝 是 行人偏照,請人偏照 我們現在要184公斤 好,來捉返喔 你捉返嗎? 然後我們就會過程庭走 看到這裏 你們是不是發現了小敢的人呢? 阿Ken和菲菲這隊組合 他們落了樓之後,直接當塞路 乘的士去到下一個拍攝場地 這個回合的集體遊戲 阿Ken和阿菲直接出局 至於阿Keef和大春 他們的表現 歡迎各位觀眾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的留言將會歸納成分數 三位參賽者的分數 將會在下一集一同公佈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JMK 還有把42立分享出去 我們下個星期見吧 我們下一個月的支持 我們下個星期見 我們下個星期見 打開 明星期見 我們下一個星期見